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 丹尼在今年投出了64米42 来看看他在斯德哥尔摩的表现 旋转加速出手 这头很想发力 这头太想发力了 但是因为投掷圈里边的积水 包括场地的温度湿度锋利条件 综合影响的话 他的出手位置也不是一个最佳状态 65米99 在前面几位选手的带动下 他也刷新了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 上升到第二位 我们再来关注瑞典的奔党选手斯塔尔 第一头他踩掉了自己的成绩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二头表现 斯塔尔彩赫和阿莱克纳 这是本战比赛当中的三位 可以打开70米的选手 看这一次旋转出手 看最后的落地位置 成绩很理想 现在能够确保他来到排名第一的位置 主场作战 对于他来说 他非常熟悉这里的环境 67米57 这头确保他来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上 但是呢 对于他的赛季最好成绩 71米45的 此前的发挥 还差的比较远 下面出场的是世锦赛 未免冠军 现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彩赫 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 来自斯洛文亚 来看一下他的这一头旋转出手 角度不错 看最后落地 这一头有70米 或者说这一头有接近70米的表现 彩赫这一头很放松 而且世界顶尖选手 他知道出手之后 这一头的成绩是好还是坏 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 这种世界顶尖选手 能够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 他对于自己 每一头 其实都是一种控制 69米83 斯塔尔刚刚 投出的 67米57 被他超过 接下来出场的是阿莱克纳 里头碗选手阿莱克纳 在今年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71米 看他的这一头 旋转 这头效果也还不错 看最后落地 比他第一头要成绩 理想很多 但是他这一头 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身体还是有些散 来看一下斯塔尔 第二头是67米57 他具备71米以上的成绩 这头应该也打到了防护网 出手之后 自己就感觉这一头很不理想 我们再来看 看上去像是擦着防护网飞出去 这两头呢 他的表情都是比较无奈的 有的时候主场作战 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 反倒还会有一些压力 这个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杜普兰蒂斯 另一位瑞典的本土天地明星 就是这样面对镜头去表达的 而彩赫呢 他从去年的市井赛 拿到冠军之后 他比任何一战的比赛 都是非常放松的 张弛有度 虽然说也会关注到其他选手的表现 看一下其他选手的发挥 但是更多的彩赫还是集中在自己的比赛上 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看一下他的第四次试头 此前的最好成绩69米83 现在排名第一位 这头的表现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 接近70米 彩赫现在看的话 他的器械出手之后的抛物线 是所有选手当中最完美的 同时呢 也是出手角度最佳的一个 69米 但是不如他的69米83远 这来出场的是斯塔尔 瑞典的本土明星 随着比赛的进行呢 我们能够看到现场的雨势 现在开始变小 看一下这一头 这头太想发力了 整个人的身体啊非常的紧 非常的紧绷 投掷拳手在出手之前 在做动作之前 都会去大喊一声 希望用这种吼叫的方式 能够把自己的身体 潜能给激发出来 把状态呢 能给调动起来 看一下彩赫的 第五次试头 能不能超越70米 这头呢 其实也不理想 这头出手之后 他就知道 感受到了 似乎表现并不好 然后直接给踩掉 再来关注本土选手斯塔尔 瑞典本土选手斯塔尔呢 在前面几头 一直想把自己的状态 调动出来 想要去超越彩赫的 今天排名第一的成绩 他最近刚刚更换了教练 看看能不能打破70米大关 旋转加速出手 这头还不错 看最后落地 超过了65米 但是他显然 对于自己这样的表现 很不满意 这头也是太想发力 自己没有控制住身体 出手之后 他的这个惯性还在转 然后结果就 踩到了这个投着圈的边缘 我们来关注今天排名第三位的古德修斯 67米19的赛季最好成绩 是在前三头投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头旋转加速出手 看最后落地 今天古德修斯的状态 倒是更早地被激发出来 这头也犯规了 这样他的第四头第五头 都是没有成绩的 我们来看一下男子铁饼 进入到决赛轮的三位选手 斯罗文尼亚的彩赫 瑞典的斯塔尔 和来自立陶宛的古德修斯 算是联赛斯德哥尔摩战的赛会记录 是彩赫在去年的六月份 投出来的70米02 看他今天最后一投 能不能打破70米大关 旋转出手 最后的落地 其实成绩并不理想 这些选手们的出手手感 似乎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传染的作用 一个人打到防火 那么总会有第二个人 跟着一块出现相同的情况 同时一个人 接下来出场的还是瑞典本土的选手斯塔尔 看看他能不能在今天的最后一投当中逆转比赛 前面几头 尤其是第一头 上来之后就很想出状态 很想发力 只有第二头的成绩是有效的 67米57 还在第二位 能力是没问题的 但是三四五头 都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给踩掉了 看他的第六头 旋转加速出手 很可惜 看一下这柄落地 场地裁判差点被气泄砸到 这一头肯定是没成绩 他自己旋转的时候 就踩到了投资圈的边缘 我们再来看就是这里 看他的脚 出现了犯规 结果这个场地裁判 在躲这一柄的时候 脚下一滑 像是被铁柄击中了一样 不过好在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并没有被砸中 也没有什么大碍 斯塔尔的成绩定格在67米57 今天排在第二位 彩赫仍旧排名第一 男子提饼决赛的第六头 立陶宛选手古德修斯 第四头第五头呢 都没有成绩 看他第六头 技术动作没问题 看最后落地 这头呢 也不会威胁到彩赫的成绩了 但是他今天呢 67米19的最好一头 创造了他赛季最佳表现 67米19 这一头古德修斯 在最后做动作的空间 是非常小的 感觉在很仓促的一个状态下 完成了器械的出手 最终男子提饼前三名 彩赫斯塔尔和古德修斯 排名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古德修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 世界排名第一的彩赫 69米83 排名第一